口天吴 叫吴师傅 那车子方面的一些东西 就会给我们吴师傅 就是你跟我沟通 然后跟他说 一般说车子上面 可能就是车子开得快一点 或者慢一点 或者是冷气的地方 因为我们这辆车子是一台新车子 那么我们的这个 空气冷气是有个风口 如果觉得冷的话 就把它关掉一点点 如果觉得热的话 就把它打开一些 那么对就会有风 冷气的风 因为我们这个车子是一台新车子 所以师傅的车子 跟其他的车子不一样的地方 最贴心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小冰箱 大家可能有的人的水是冰的水 其实放在这里面 天气比较炎热的时间 那么有冰的宽泉水盒是不错的 那这个也是一台新车子 那么所以说呢 坐起来也是非常舒服 其实大陆的车子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坐的时候 你会发现 新车跟旧车只有 就有一点 新车都会在最后的倒数第二排 是有个安全的 我们大陆的旧车子是没有这个安全的 因为我们的山路嘛 都是西区上坡也有 下坡也有 那这样子 就用提示大家 就是说 相互之间可能要照顾一些 但大家都不太认识 跟在相互的当中 就是说 然后比较快越来越熟悉 越来越 就一个行程下来以后 回到台湾都成了好朋友 这个新车当中 大家就要相互照顾 因为毕竟呢 我可能只能在大的方面 比如说景区的讲解 车上的一些介绍 一些提示 提点 但是到了 真正的到了景点以后呢 带着大家去 总体是呢 我们说 整个的行程呢 是这么样的一个安排 大致上呢 没有太大的变化 可能行程的前后 颠倒一些顺序 先后做一些调整 那整体上面来说 都会完成去尽力的完成 那因为天气的原因的话 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的状况 那这些突发的状况呢 只能说临时到临时通知 因为黄山 包括杭州 那最近的江南的话 已经一直是在受到暴雨的侵袭 就是很多的地方 发现自然灾害 那么 最近 我不知道大家台湾的新闻 有没有播 就是我们江苏的严城 龙卷风 龙卷风 龙卷风跟那个冰雹 对 非常严重 那我上个月才去到严城一次 它是靠近海岸线 苏江苏的北部 那这种恶劣的天气 包括南方的这种暴雨 其实一直在清晰 所以包括我们最近的几天天气 没有一天的天气是晴天 全部是有暴雨 或者是短时阵雨 就是说都会下雨 但是今天天气你会看到 现在我们并没有下雨 但是杭州今天暴的天气 是暴雨的天气 然后杭州的气象局和政府 都在 都在 这个七行道 用短信微信的方式提醒到大家 那就是要防止这个其他的恶劣天气 处行要注意安全 处行要注意安全 那这个方面 那最近的呢 这个天气在大陆 所以七月也是顾到夏季 但是因为又下雨的天气 所以说温度上面 并不是很高 我们是 今天的天气是25度 就是最近的天气 大概在25度到 32度左右浮动 就是最低温度在25度左右 最高温度在32度左右 山上的温度呢 就是黄山山顶 是16度到19度 就是这么一个气温上面 让大家可以方便大家 穿衣啊 包括一些考量啊 那么带衣服的一个考量 基本上来说 不是非常热 但是呢 如果说冷才不上 毕竟是夏天 毕竟是夏天 那这个气候呢 上面就是天气上面的状况呢 也是要跟大家提醒到 因为毕竟呢 我们所去到的这些地方 就是包括黄山 黄山周边 所谓是晚南山区 那山区呢 就有一个 就是我们 我们的地方 跟大家的地方 地质灾害不太一样 在台湾就是台风 地震 比较多一点 特别是台风 就是上来说 每个季节都有 那但是呢 进入到我们大陆的 这个内陆 就是黄山的周边 山区的话 那像台风啊 地震之类的这种 地理灾害就没有 但是我们有一样东西 有一种东西 跟台 应该是跟台 台东的那个花莲的 这个太鲁哥差不多 我们称之类叫 一石流 你们叫碎石 就是有石头 从山上滚下来 我们叫离石流 那就是差不多 土石流 对土石流 对 那 差不多这样的 类似于这样的一种 自然灾害 而且是比较多 现在这个季节是比较多发 因为山上那个 积水 天气的原因嘛 离石流的天气 非常多 所以说经常会造成 道路的阻塞 那也包括一些 就是我们可能 因为很多山路的地方 可能就只有那一条路 如果说道路阻塞的话 就没有办法去到达 所以这个呢 也是属于是突发状况 如果真的有发现 也是提前请大家有亮晴 跟大家有说到 那自然的天气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阻止它 那我们现在所进入到 这个地方是杭州的 滨江心区 滨江心城 因为杭州呢